大家好,下禮拜的活动介绍 首先懒人图表 先来看下方 下周也有新的神魔节活动 首先下周开始 1.5周无数狂欢 下礼拜首先登场是火属讯主题 当中会特惠火属讯的福利关卡 每天现挑战一次 除此累积挑战3次 还可以获得 无数狂欢火的抽卡召唤卷 那里面可以获得 先前的一些10抽稀有角色 以及召唤师基地限时生产火金破 每2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40个 然后配合着火属主题 拿破仑的黑金卡侠也即将复刻 同时在下礼拜也会复刻两只地狱集 是这两张卡片 然后为配合 下礼拜有些角色即将上修 将有3只跟上修有关的角色 每关进场消耗40体力 必定获得对应网卡角色一只 那如果还未入手的玩家们 就不要错过 然后以上是攸关神魔节的部分 回到这个图表 那接着要介绍下礼拜活动 首先礼拜一开示 比较重要的是 古希腊神 将在中午12点开放旧集熔炼 除此之外 也同步会推出 古希腊神的挑战关卡 通关完成到后面 还可以获得古希腊神系列自选捐一张 直接可以获得浅姐双满 然后再来礼拜一还有工会活动 那这一次的工会不设有百大排行 而在礼拜五中午开始 遇到乱落角色及稀有道具出现率也都将会有所提升 然后这一次工会也有主打角色 是这张夏日主题的白雪 然后再来礼拜一 会有两个黑金语音造型复刻 第一个是 念索一的语音动态造型 会配合着上修及卡侠复刻的时候 同步推出复刻这个语音造型礼包 然后再来另一个是 下礼拜活属主题 也会复刻的拿破仑 同步也会复刻他的语音动态造型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 召唤师基地 在下礼拜即将推出新角色 洛达艺 而也会新增其相关道具 然后洛达艺的部分 累积消耗4000点体力 将可以入手 然后再来礼拜一的日常 每天登录魔法石 在下礼拜一到礼拜五登录 都可以获得一颗 然后体力满满 在下礼拜会有两个时段 这两个时段分别使用魔法石回复体力 都可以获得额外的体力要随一个 那两个时段 共可以获得两个 然后再来礼拜二的时候 首先新系列的第二周 就是这一次的剑光眼影 将在下礼拜二到礼拜四期间 获得稀有角色的几率将会有所提升 然后之后在该次活动当中 还会有额外两次的几率提升 就稍微提醒一下 而礼拜二继续 还有一个全新的地狱集 那这张卡一样是剑古龙系列 那就是这一张卡片 然后以上这些是下礼拜的活动资讯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想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 记得订阅什么资塔 观望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部再见咯 拜拜